1953年生的鼠舌人在2024年将年满71岁,虽然已经步入老年,但依然有助无限的可能和生机。 2024年可能并不会像自己期望的那样完美和顺利,但只要保持积极的态度和精神状态,克服各种困难,会让自己的人生更加丰富多彩和有意义。 1953年生的鼠舌人将在2024年年满71岁,这个年纪虽然已经老,但是鼠舌人一直是精力旺盛,积极向上的人,他们会一直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,充满活力的生活。 2024年对于鼠舌的人来说,将会是一个平稳的一年。 平稳不等于无聊,鼠舌人将有机会创造出令人意想不到的新成就。 然而,也要注意自己过高的期望,避免因为梦想太高,追求错的方向。 在2024年,鼠舌人应该更加注重自身的成长和发展,扩展自己的眼界,丰富自己的人生阅历,这样可以让自己更加有趣和有价值。 2024年鼠舌人的财运相对来说非常稳定,虽然没有大的收益,但也不会有太大的损失。 2024年对于鼠舌人来说是一个收获的一年,他们将会通过一些积极的投资或投机活动,获取一些额外的收益。 总之,鼠舌人在2024年的财运比较平稳,这个时期要做好自己的财务规划和管理,避免因为冲动而犯下大的错误。 在2024年,鼠舌的人在事业上会遇到不少的困难和挑战,但是他们会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坚持,战胜各种困难,并且稳步的前进。 在这一年中,鼠舌人需要注意沟通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,要加强自己和团队的协作能力,积极开拓联系人,扩展自己的社交圈子。 努力提升自己的职业技能和能力,创造出更多的机会来发展自己的事业,为自己的未来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。 2024年,对于鼠舌人来说是一个有情感波动的一年。 对于单身者来说,这一年中有可能遇到命运之人,而且会让自己对对方慢慢地萌生感情,情感上会更加成熟,变得更加有深度。 对于已婚者来说,这一年中应该多关心家人和配偶,让感情更加稳定和美好。 总之,在2024年中,让自己的爱情更加愉快和圆满。 在2024年历经比较平静的一年后,鼠舌人的健康状况也会有所改善。 要注意遵循健康的生活方法,掌握合理饮食,健康锻炼方法,不要因为休息不好,长期地劳累而影响到自己的身体健康。 在2024年,鼠舌人的身体状况会逐渐趋于稳定和健康,只要保持好生活习惯和健康管理方法,就可以充满潮气地迎接生活的挑战。 在2024年,鼠舌人需要提升自己的学习能力,增加自己的知识面。 通过扩展自己的知识范围,鼠舌人可以有更大的机会取得成功,在职业生涯上获得更大的发展。 同时,要把握好自己的时间,不要让时间被浪费,可以利用多重途径,如阅读、学习、交流等方式,提升自己的学习能力和水平,让自己的生命更加充满意义和价值。 老师在这里,特别提醒亲爱的朋友,其实生肖运势的高低,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,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,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。 老师也分享一篇文章,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能静下心来,好好的读一读,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或心灵的沉淀,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。 庄子在《知北游》中写道,人生天地之间若白居之过系忽然而已,人生处于天地之间那是特别渺小的。 这百年的人生,就像白马穿过了缝隙,一瞬间就过去了,来也匆匆,去也匆匆。 没有人可以千秋万代,也没有人能够长生不老。 归去,是拥有血肉之躯的你我不得不接受的宿命。 当然,归去,也有一个过程。 就像那些患了病,动弹不得的老人,也不会立马就离开。 在离开之前,还会有一个游进灯窟的过程。 跟坐火车是一样的道理,即将来到终点站了,火车会放缓行驶的速度,还会给乘客通报,什么时候倒站下车。 如此,火车才会达到终点。 卧病在床的老人,如果有这几个举动,象征了老人即将归去。 一,整个人会变得真实,纯粹起来。 汉昭列帝刘备,在临终前,跟刘善说了这么一番话, 勿以恶小而为之,勿以善小而不为。 为德为贤,能服于人。 辱夫得薄,勿孝之。 大致意思是,不要因为事件较小的坏事就去做,不要因为事件较小的善事就不去做。 只有才得兼备的人,才能被他人信服。 你父亲,我道德修养浅薄,不值得你效仿。 魏武帝曹操,在临终前,也没有说什么冠冕堂皇的话, 只是跟身边的一众姬妾说, 等我死后,你们可以学女工去赚钱, 以此来养活自己,相信曹家不会亏待你们的。 刘备和曹操都是势之枭雄,竟然会说出如此真实纯粹的话。 这就说明了一个道理,人之将死,其言也善。 鸟之将死,其名也哀。 不管这个人有多复杂,成妇有多深, 在他临死之前,绝对会变得纯粹起来。 老子认为,这就是反扑归真。 其实很好理解,都快死了,人们也就没有伪装的必要了。 二,念叨,早已故去的亲朋好友。 人越老,越是念旧。 当下的人与事,也许他们都不记得, 但他们绝对记得几十年前的人与事。 历史越久,他们越是记忆迷信。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对以往的人与事,记得特别清楚的情况呢? 临死之前,头脑当中的记忆就会被调动, 跟幻灯片一样,一幕一幕地在脑海中放映。 那记得时代久远的人与事,也就很正常了。 一位老人,在临终前的两个月, 每天都在念叨那些死去多年的亲朋好友, 吓得服侍他的孩子,后被发凉。 亲人们原以为,老人是被什么东西附身了, 为什么会变得如此神神叨叨呢? 等老人去世后,他们才明白, 这是人临终前的必然经历。 说的浪漫一点,是以往的朋友亲人, 来带老人离开了,荣登极乐。 说的现实一点,是大脑中的记忆正在一点一点地被抽掉出来。 三,身患重病,竟然可以下床了。 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,本来已经癌症晚期, 浑身犯病,动弹不得,需要别人照顾的老人, 某一天,竟然可以下床自理了。 子女们绝对会特别高兴,认为奇迹出现了, 就想过几天带老人去医院复查, 看看是不是病情痊愈了。 没想到,过了一两天,老人就离开了。 所谓的奇迹,就像是昙花一现,持续了一两天的时间,就消失了。 这短暂的奇迹,会让人疑惑,到底是什么? 可以让卧病在床的老人,暂时自理,就跟病情痊愈一般呢? 民间有这么一个说法,回光返照。 对于回光返照,百度百科的解释是, 人临死前精神的暂时兴奋, 或事物灭亡前呈现的暂时虚假的好转现象。 从医学的角度来说, 临死前,人体的肾上腺激素大量分泌, 让人体暂时好转。 等这些激素分泌完了, 油尽灯枯了,那生命就结束了。 四,跟身边人吩咐后事,暗示归去。 南北朝末年, 北齐省五帝高欢, 在临终前七天, 就叫儿子高成来到身边侍候。 在此期间, 高欢跟儿子高成说, 自己感觉不久于人世了, 等我走了, 你要密布发丧, 稳住一众大臣, 同时,某某人适何用, 某某人需要防, 他都给儿子说清楚了。 果然, 七天过去了, 一代枭雄高欢就去世了。 他给儿子的遗言, 也都一一成为了现实。 可以说, 高欢在处理自身后事这件事上, 做得特别好。 人, 为什么可以感知到, 自己会在什么时候去世呢? 南淮锦大师认为, 那些修养特别好, 心境特别不错的人, 会在临终前的两个月内, 有预知实质的本事。 所谓的预知实质, 是佛家的说法, 大致意思是, 人们能够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力在流逝, 什么时候会走到终点。 对于老人家的遗言, 子女还是要遵循, 这是对于老人最后的尊重。 以上分享就到这里, 天道酬勤, 要记得, 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,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 福气满满, 才气满满, 身体健康又逍遥, 下期见。